有主廚新鲜现煮的鲜鱼汤大获好评 鱼汤 鲜鱼汤 因为很鲜很好吃 因为我很喜欢喝汤 我是喝汤大王 所以他们的汤子每次都可以鲜鱼汤 很好喝啊 不只鲜鱼汤 过年围炉才吃得到佛跳墙 还有象征圆满喜气的猪脚面线 碎鸡 鱼卵沙拉等年菜 现在通通让您吃到饱 这次的台式美食节 我们有就是以这一次的那个 过年团圆的气息 来做一个菜单的设计 像是这一次我们有设计到 就是有活跳墙 这几乎是过年过节可能才会吃得到 平常可能你要吃到这道料理 恐怕可能甚至去餐厅 可能才会吃得到的 再来就是我们有雷肉流一酸 像是在冷菜的部分 可能就是鱼卵沙拉 还有一些海浙丝 还有那个醉鸡 像活跳墙 它可能我们的材料 可能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 但是我们最主要是一汤的 应该是它的汤底算是它的灵魂 因为毕竟每一家的做法 几乎它的汤底却比较不一样 我们这是用那个大骨还有那个老母鸡下去熬煮而成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脚面线 因为猪脚面线其实应该是很平常都可以吃得到的 但是每一家都它有它的那个独门秘方 我们这里我们当然我们也自己的独门秘方 加一些就是十几种的那个中药材下去熬 炖煮而成的 还有冬季最受欢迎的羊肉炉 姜母鸦等热门锅物也随你吃 根本超值 冬季嘛就是吃锅物 基隆这边算是也蛮冷的 想说做一些比较过务的像是吃起来可以软身的 让客人吃到觉得在这边也很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种冷冷的季节里冬天里面 就是那个羊肉炉还有姜母鸦是非常棒的 就连夜市最受欢迎的小吃豆乳鸡也出现在 五星饭店的buffet餐区 消费者大战比夜市还好吃 豆乳鸡就炸的很好吃 就吃起来不会那么硬 就是一般外面炸的可能会比较干 它就吃起来比较鲜 比较鲜 比较嫩 对 不只年菜与夜市小吃加入吃到饱菜单 连古早味的龙凤喜饼都取代一般的蛋糕成了甜点 有消费者就开心的连吃八块 都是非常精心做的那个台式的那个点心 哇 我那个凤梨是我一口吃的八颗 这个凤梨酥可以说全台湾都吃不到的 那个甜点呢 最让我惊艳的是说呢 他们居然有一道是能够中间的馅料是以显点的方式来呈现 我当初在设计的东西啊 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把以前的古早味那个大饼的 一次要一斤的啊 或者十六两的啊 起饼啊 做法把它缩小板 把它放到餐台上面 而且我要讲求让它养生的系列 那讲求就是说 让它里面有 吃起来讲究养生 那个核桃 里面有包了核桃部分 那它的香气可以衬托出来 迎接农历新年 借用这家知名五星饭店 特别推出台菜美食节活动 加入了年菜必备的佛跳墙等料理 承系传统融入创新 获获好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把整个 我们国人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料理 再加入创新的元素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整个基隆在这个观光的部分 不仅仅是传统的观光的推动 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创意的元素 饭店业者表示 台菜料理近年来已经成为 十八楼咖啡厅吃到饱的招牌 这次再加入热门年菜及超夯锅物 据了解除夕部分时段已经额满 从四点开始的是还有位置 大概是接近八成左右的满度 那询问的客人还是非常热烈 那第二梯次从六点半到九点的部分 其实已经额满 我们目前也是跟所有的客人都再次确认 其实现在的小家庭非常多 大家也倾向说到饭店去享用菜单 菜色料理 那不需要自己准备 那大家在家只要我们单纯的 过除夕夜发红包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个现在的趋势 针对双北极桃园民众 饭店业者还提供专属优惠 每周日晚餐北北桃 三四市民只要凭身份证 就可以享用餐八五折 希望在疫情期间 让美味的吃到饱餐点 为大家加油打气 在无敌基隆港美景陪伴下 安心享受年节团圆的气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